90后创业达人黄家蒙仅凭一把钉子一团线就能创作出一幅幅创意十足的画作 从一开始学习钉子画被砸到五指轻种 到现在能用钉子和线拼出各种图案 一路走来黄家蒙收获了诸多粉丝 6月11号中兴社记者走访了黄家蒙的工作室 用镜头记录用钉子和线变身的五彩画 在南京江北兴区沿江街道水城社区顶梦重创空间 记者见到了这位心灵手巧的姑娘 她正忙着赶制顾客定制的钉子绕线画 黄家蒙告诉记者 大学毕业后她和同学一起从黑龙江来到江苏 在南京生活了七年 他们的创业脚步时刻不停息 2019年一次偶然的机缘结实了钉子绕线画 但是眼前看似简单的图案 制作过程却颇为讲究 在我们的制作当中是需要有一定的规律的 比如说我们两个钉子之间 我们尽量避免过多的平行线 我们尽量去用这种交叉的组合形式 然后去对它进行缠绕 把我们的线当作我们的画笔 哪边空隙比较大 我们就去用线去对它进行填充 图案不同 我们制作的时间也不同 像我手里制作的这种小幅呢 基本上我们大概要花两到三个小时 就可以制作完成了 和单色钉子绕线画相比 多线条组合绘画则显得较为复杂 考验创作者的细心和耐力 这一幅大概制作了三天的时间 用了三千米左右的线 钉子呢大概使用了两千多颗 上面呢还用了不同的技法 比如说我们用了这种渐变的技法 制作出来这个仙鹤的翅膀 这一幅仙鹤祥云图 因为是用了不同颜色的线去进行缠绕 并且呢它这个线的材质呢也有不同 我们这个是采用的这个金丝线 包括我们的内部填充的颜色会有一个变化 轮廓的颜色呢也是会有一个变化 谈及自己的创业未来 黄佳蒙这样表述 我设计了文字类呢图形类的作品 有达到了数千幅 我想把我所喜欢的图案 包括这样的国风设计 都用一把钉子一团线能够展现出来 能够把它的美表现给大家 后面呢我想要带着我的钉字画去旅行 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它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